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到了2021年年末 拜登和民主黨接連受挫 可謂互不擔行 12月19日星期天 民主黨參議員曼欽公開表示 不支持拜登的BBB支出法案 民主黨指望在聖誕節前通過該法案的想法成為泡影 星期一 三名重量級民主黨人 和一個假的共和黨大人物 儘管四個人都打了三針 但是病毒仍然找上門 都被診斷為陽性 此外 白宮承認 拜登與一位事後確診的官員近距離接觸了30分鐘 白宮會淪陷嗎? 再有 兩名民主黨眾議員宣布不競選連任 與此同時 川普總統反擊起訴紐約州總檢察長 星期一 宣布確診的三位民主黨人分別是 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參議員科里布克、 以及眾議員傑森·克勞 布克說他星期六就出現輕微症狀 星期一檢測呈陽性 克勞剛隨代表團訪問烏克蘭回來 另外一個人是假共和黨人 馬里蘭州州長拉里·霍根 保守派紅州網說 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如何感染的 因此 各種幽默的段子湧現出來 這當中有嘲諷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的假日派對 和拜登的偽善 所以民主黨人檢測呈陽性增多 聯邦黨人報的聯合創始人蕭恩·戴維斯 發推回應沃倫感染時寫道 他會聲稱他是從唐納德·川普 給他的毯子上得到的 不是嗎? 顯然 戴維斯也是在嘲諷民主黨欺騙人 他們推出那些強制的政策 他們的解釋都是想要恐嚇民眾 要大家在恐懼當中不得不遵守他們的規定 但是 實際上 拜登政府命令強制做的事情 並沒有產生積極的影響 那些不理會聯邦政府強制令的州 比如佛羅里達 他們應對疫情的效果更好 《紅州網》的文章說 那些人把寶貴的時間和資源 從為武漢肺炎患者開發各種治療方法 轉移到尋找一種一勞無貨的疫苗 然後要大家一針又一針的打 說打第三針會減少這個病毒的影響 但是並沒有臨床試驗來證明這是最好的方法 而且 病毒變異很快 為什麼還要試圖為這種快速變異的病毒 研製疫苗呢? 《紅州網》希望民主黨發號施令的人 頒布的公共衛生政策 能夠認真地關注保護最脆弱的人群 並且認真地去開發治療方法 然後就讓開 讓人們過正常的生活 《紅州網》的願望很好 但是拜登政府可能不是這樣考慮的 星期二 拜登將就疫情發表全國講話 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星期一說 白宮沒有考慮封鎖旅行 福奇稱 美國已經有很多人感染了 封鎖外國人進來沒有什麼意義 福奇也不主張實施封鎖 他們應該是想要推進強制 以緊急狀態為由 進一步剝奪美國人的憲法權利 在聖誕節前 白宮網站對未接種COVID疫苗的美國人 發出了狠惡的詛咒 這從另一個角度表明拜登政府想要做什麼 在白宮網上 他們寫道 對於未接種者 你正在看到你自己 你的家庭和即將被你們超負荷的醫院 經歷一個重症和死亡的冬天 這個說法和上週二 Exios網站報導拜登政府一名高級貴身官員 所說的一致 當時這名官員說 歐密克戎變種可能會很快爆發 不過他們估計 疫情可能沒有德爾塔嚴重 因為他們在推動民眾接種疫苗加強劑 這名官員還說 雖然如此 歐密克戎仍然將導致很多人住院 拜登和他的政府官員這個說法 就是保守派紅州網嘲諷的 故意嚇唬人 似乎除了苗苗 就沒有別的醫療方法 但是 佛州和一些共和黨州的疫情防治效果 拜登政府卻視而不見 他們要做的是醉瘟之意不再酒 民主黨在明年很可能針對沒有接種的人 出台強制措施 拜登週二的講話也許會先造勢 星期一 幾名民主黨議員突然宣布 感染病毒之後 有記者質疑白宮可能會爆發疫情 並且在白宮記者會上提問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國務院或財政部 是否爆發了疫情 以及拜登是否與COVID-19 陽性患者有過密切接觸 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沒有否認 不過繞著彎迴避這個問題 聲稱 拜登今天的日程排得很慢 不需要隔離 又說他沒有任何最新消息 但是認為全國各地會出現突破性病例 這當然也包括聯邦政府在內 不過 星期一晚些時候 白宮承認 拜登曾經與一名後來出現症狀的員工 有過接觸 但是 普薩基在回答問題時卻躲閃了 福克斯新聞記者表示 這些人和白宮缺乏透明度 那麼 拜登在哪接觸這一名後來確診的患者的? 按照拜登的官員所說 拜登接觸的這名白宮工作人員 是上週五在空軍一號上 從南卡羅萊納飛往賓夕法尼亞的 拜登與這位中層工作人員 近距離接觸了約30分鐘 這名工作人員登機前的檢測呈陰性 已經接種了三針 白宮說 星期天這名助手出現了症狀 最後在週一接受了檢測呈陽性 星期一晚些時候 普薩基發表一份聲明說 拜登定期接受測試 作為常規檢測的一部分 拜登星期天接受了抗原檢測 結果呈陰性 星期一早上在得知這名工作人員的檢測呈陽性後 拜登接受了PCR檢測 結果呈陰性 他將在週三再一次接受檢測 這名官員在空軍一號上 跟拜登近距離接觸了30分鐘 跟他接觸的其他人是誰呢?有什麼狀況嗎? 難怪那個記者要問到國安委、國務院、財政部等等 搞不好 疫情先讓白宮淪陷了 然而 更讓民主黨泄氣的還在後面 拜登和民主黨掌控美國一年 本想在聖誕節之前能通過BBB 重建更美好法案 效仿4年前川普總統獲得的 歷史性減稅法案勝利 給美國人一個大大的聖誕禮物 不過 拜登和民主黨損得的事做得太多了 就是沒有這個福分 拜登的這個BBB激進支出法案 遭到了本黨參議員喬·曼欽的公開否決 民主黨人又把準備慶祝勝利的滿腔興奮 轉化成對曼欽的憤懶指責 星期天 西弗吉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曼欽 接受福克斯採訪時 對拜登的BBB法案給出了響亮的回答 不 拜登和民主黨想要在聖誕節之前通過該立法 希望破滅 這標誌著拜登的一次大挫敗 拜登的白宮針對曼欽的高調拒絕進行了猛烈的抨擊 然後敦促民主黨人把重心轉向聯邦投票的新立法 民主黨現在又要拿出投票法案 遇在參議院闖關 他們知道2022年中期選舉梅西 只能寄望把去年大選當中得逞的那些手法合法化 實際是真正破壞整個選舉制度和誠信 而大左媒MSNBC已經上綱上線 聲稱擔心曼欽會把民主置於危險之中 該電視台的評論員說 曼欽扼殺了拜登的立法議程 也許扼殺了美國民主的未來 很擔心曼欽也會阻止民主黨的投票法案 民主黨想要通過投票法案 必須先改變參議院的阻擾議事規則 曼欽確實已經多次說過他不會改變質疑規則 拜登的民主黨失道寡注 明年中期選舉敗向盡獻 民主黨議員接連不斷宣布不競選連任 星期一 佛州民主黨眾議員鄧玉棟宣布不參選 加入民主黨人不連任浪潮 鄧玉棟是第22個 鄧玉棟就是我們在幾天前的節目中說到的 那個越南裔國會議員 兩次支持彈劾川普 是佩婆16委員會的幹將 也有人戲稱鄧玉棟是中共在美國國會的代表 他不僅跟中共有生意往來 而且在國會很為中共著想 曾提議在大流行病期間取消對中共的關稅 他還推動立法 禁止任何人參與停止偷竊 要求選舉誠信的運動 就在我們截稿前 又一名長期的民主黨議員星期一宣布不尋求連任 他是眾議院權力龐大的撥款委員會主席 羅伊巴爾·阿拉德 成為第23名不競選連任的民主黨眾議員 羅伊巴爾·阿拉德來自加州 在1993年成為第一位當選國會議員的 墨西哥裔美國女性和第一位拉丁裔民主黨人 國會山網站報導說 羅伊巴爾·阿拉德的退休 標誌著一個政治王朝的終結 這個王朝在拉美裔政治代表的增長中 發揮了重要作用 羅伊巴爾·阿拉德在1993年第一次當選時 他的父親 前眾議員愛德華·羅伊巴爾 在國會工作了30年之後退休 這婦女倆都代表著拉美裔 前後共60年 最後 我們給大家更新 川普總統有關的一宗法律訴訟 星期一 川普開始反擊 起訴了紐約州總檢察長萊蒂西亞·詹姆斯 指控他帶著政治仇恨濫用職權對川普本人、 他的公司和他的家人進行調查 該訴訟是在紐約的一家聯邦法院提起的 指控民主黨人詹姆斯放棄了自己辦公室的公正性 起訴書要求阻止他參與任何針對川普集團 和川普相關企業的民視或刑事調查 川普的起訴書說 2018年當選州總檢察長的詹姆斯 曾在競選時承諾 他將調查對川普及其企業的腐敗指控 儘管他沒有了解川普集團或川普的房地產業務 但是他2019年上任後就提出了這些指控 訴訟書還說 詹姆斯的使命完全是出於政治敵意 以及他對被視為政治對手的普通公民進行騷擾、 恐嚇和報復的願望 川普的律師阿麗娜·赫巴表示 通過提起訴訟 不僅想讓詹姆斯為他公然違反憲法的行為負責 而且還希望阻止他為懲罰政敵而進行的鬥爭 力圖阻止詹姆斯進行這些調查 詹姆斯則聲稱 川普提起的訴訟是為了拖延 詹姆斯的這個說法遭到了川普的反駁 川普在一份聲明中說 告訴萊蒂西亞 他不是在和庫默兄弟打交道 他們是腐敗州裡的腐敗州長 包括你的辦公室和其他人 還有弗雷多 至庫默的弟弟 他替州長幹了髒活 川普指出 詹姆斯的調查只是激進左翼民主黨 多年來對他進行的政治迫害的延續 這個訴訟並非要拖延 這事關我們的憲法 川普對詹姆斯說 你不過是一個腐敗的官員 為你的黨做著骯髒的工作 你不應該在那任職 這很可能就是你在不稱職的競選州長 被紐約人民拒絕的原因 你退出州長競選不是為了一個更高的目標 而是因為你的民意調查結果非常糟糕 你根本沒有機會 紐約很幸運 我們沒有統計過川普有多少官司在打 星期一 佩婆的一六委員會說 他們正在準備調查川普本人 認為川普1月6日觸犯聯邦刑事法 民主黨不管出了多少花招 使用什麼手段 其真正的原因就是害怕川普再次競選 害怕日後被正義清算 不過 他們的做法已經天理不容 我們會很快看到 2022年將會有更多惡人遭到報應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訂閱、點讚和分享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 請在 whatever 等到全部內容 我們下期 比歐 任va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